女人名的余庭 大家好 我是女人名的余庭 然後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女人名實習 然後和女人一起成長的日子 那第一個我是誰 我是余庭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名字 因為我名字蠻特別的 所以很多人打錯 然後或是在打症的時候 其實我的余會遇到一點狀況 就是可能找不到或是亂馬 然後挺是這個挺 就是性格鑑定 但是她是唸挺 所以她是坐影子 那我自己本身是高中 從唸廣告設計科 大學唸的是台北科技大學創意設計學士班 產品設計組 對 那同時現在也在女人名擔任設計的時期生 就是大家可以聽到 其實我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都是在做設計的工作 那為什麼我一直做設計的工作 是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是一個 很喜歡創造東西的人 就是把自己腦海裡的想像的東西實現出來 做我來說是一件非常成就感的事 所以這也是因為我 這也是為什麼我那個時候會選工業設計系的原因 因為工業設計系你就是要輕手把自己 設計的東西全部做出來 好 那我來講一下我為什麼會在女人實習的一個小小過程 就是其實我算是被撿回來的實習生 因為那個時候第二次面試 第二次面試是團體面試 然後我就去 然後那天雨超大 然後就是大概7點多雨超大 我就到很遙遠的內服辦公室 然後開始面試 後來我就發現就是 雖然我應徵的是設計的實習生 然後我會畫圖 我會用那種軟體 像ForeShop或Shop 但是我完全不懂網路 而且人知道女人迷其實是一個網路的媒體公司 就是我不懂HTML 也不懂CSS 所以那一天我其實表現就 我就沒有什麼講話 然後我就被刷掉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真的真的喜歡女人迷 就很像是很想要跟女人在一起 所以我跟女人迷告白之後我被打槍了 就這樣 所以但是被打槍之後我想要知道原因 所以我後來就接了信 然後也失去女人迷的大姐頭 就是CEO張文璇 比如說她說你可以告訴我為什麼我不適合 為什麼我被刷掉嗎 然後後來她就翻了一下我的作品子 我就跟我說 不然你願意再花一個下午時間跟我聊聊嗎 所以就是這樣我獲得第二次面試的機會 後來我就加入女人迷 對 這就是我被剪判的故事 然後想要跟大家說其實你可能剛開始 因為後來我發現其實好像是一件滿勇敢 或是有點不怕死的動作 因為其實大家好像得到沒有錄取的通知的時候 就這樣算了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就真的真的非常喜歡女人迷 所以我就就是 就是雖然被拒絕 但是再去跟他們講話我自己也很開心 所以就因此這樣獲得也是面試的機會 然後所以想要鼓勵大家 所以就是如果就算你得到拒絕 或是得到沒有得到回應 但是你再多試一點 搞不好也會發生不一樣的事情 那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我眼中女人迷 因為大家應該都有看過女人迷的文章 就可能像自我成長或是談內愛的文章 但是我覺得其實你在網路上看女人迷的文章 和在女人迷裡面工作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共同點就是 其實她就是會非常溫柔的堅定的跟你相處 所以我覺得女人迷就像家一樣的存在 就是你在裡面的工作夥伴 我們沒有這樣 不會稱自己的工作夥伴叫同事 就是她是我的夥伴 然後也很像兄弟姐妹一樣 就是大家都非常溫柔的跟你相處 為你著想 所以女人迷就來說是像家一樣的存在 然後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搬了一個新的辦公室 在和平東路上 就是大家有機會的話也可以來走走 就是我們就是叫辦公室叫女人迷樂園 就是我們有三層樓 然後像家一樣還有廚房 然後我們來養一隻貓這麼在殺 就是Google你這麼在殺 對好 那第二個是無條件的信任對方 我覺得這一點對我來說非常的衝擊 就是其實女人迷 不管你今天是正職還是實習生 就是大家都會非常非常相信你 那個相信是甚至比你自己還要相信你 就是像我那個時候負責 剛剛一直進去的時候負責一個插話企劃 等一下會跟大家祈禱 就我那個時候覺得說我畫插話好像很爛 或是大家都不會按讚什麼的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很 我還可以做什麼嗎 可是那個時候其實大家就說 不怕你的插話很棒啊 很就是很讓人家覺得很溫暖 然後大家就會一直給我 一直給我信心的勇氣 讓我繼續去嘗試事情 所以我覺得女人迷對我來說 就像家一樣的存在 而且他們會無條件性的對方 那接下來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女人迷做什麼 雖然我做的是設計的實習生 那我這些都有做到 我有做平面 因為我做網頁設計 然後也有做產品設計 然後也有畫插畫 那雖然看那麼多好像其實沒有什麼 就是很多不相當的設計 但是對我來說 我可以handle這些東西 是因為我覺得其實設計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個是以人為準 就是當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你只好有同理心 然後從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 我今天就會思考說 如果我是讀者 如果我是不論是女人迷的人 那我今天看到這個網站的時候 會有什麼感覺 然後這邊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在做網頁設計的時候的一些血淚 就是我剛開始接受到 我要做女人迷的關於我們頁頁的時候 是因為女人迷有珍纏的需求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好 那女人迷今天要珍纏 那我就跟上面的人sink完之後 就是大概需要什麼職位 我就把它寫下來 然後這邊就說 這也是女人迷的珍纏曲願詞 我們大概什麼什麼人 那那些人大概具備什麼樣的特質之類的 結果的話就不打槍了 就是他就是一個有點boring的網頁 後來我就嘗試說 假如我今天是一個不喜歡女人迷 不知道女人迷是什麼人 那是不是可以透過網頁這一頁 讓他們覺得女人迷超酷 然後很想趕快加入女人迷 所以我就後來上線的版本是這個 大家可以到網頁上的最下面 有一個關於我們可以看 就是第一頁其實我是用影片的方式 播出在女人迷工作的時候 會有就是開會啊吃飯聊天大笑的影片 就是讓大家好像覺得女人迷 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然後再來是說明what is woman here 就是在女人迷工作的人 我們叫做woman here 就是像woman here可能具備什麼樣的特質 他可能有點瘋狂有點不一樣 然後再來是實驗室精神 因為我們女人迷 是沒有分部門的 我們是分類的 就是實驗室 就是每件都我們就快速嘗試 然後像實驗室精神一樣 然後再來是有一個slideshow 然後最下面才是加入我們的一些需求 就這些事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學習 就是其實我不敢做什麼設計的時候 一樣都要從使用者的角度為出發 那再來就是解決問題 然後像剛剛大家有提到像設計思考 我也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設計思考他就是解決問題 而那個解決問題我想要分享一句話就是 如果我當年具務顧客他們想要什麼 他們肯定會告訴我一批更快的馬 但是其實他們並不是真的需要一批更快的馬 其實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更快的移動速度 這就是汽車支付亨利福特 然後後來也創辦福特汽車 所以我覺得這個解決問題是你一定要 你應該要再到更遠頭 而不是照那個需求者提出的那個問題 你應該要到更遠頭去知道說 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什麼 然後你再解決那個問題 不然如果你直接從他表面提出的問題去解決的話 其實也是一個治比較不治本的方法 就是之後還是我遠遠不覺得問題出現 好 那這邊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在插畫企畫的時候一個小小的成長 就是其實那個是我第一次的插畫 就是剛開始的插畫 就是我要在那次商業每天PO一個插畫 然後讓使用者分享按讚就是什麼 然後結果剛開始就會看到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人喜歡 然後而且那時候我每天會被打槍說 你確定你要PO這個嗎? 你PO這個是為了什麼? 就是你怎麼會畫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每天過得非常痛苦的事情 因為我就是一整天就只畫那張圖 然後就一直在想我按什麼 然後就一直被打槍就被打槍 然後後來我就學習到了一些經驗之後 我就做了幾個企劃 然後這是其中兩個 一個是情人節的企劃 然後一個是甜心小姐 就是等一下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甜心小姐的創作禮物這樣 然後結果後來還滿成功的也滿受歡迎 結果滿多人的分享 然後我就要跟大家說其實經營粉絲專業 像我自己做唱畫的時候幾個心得 就是第一個Touch 第二個是Sense of Humor 再來是Information Touch的話是這張插畫有沒有打到你的心 讓你會覺得很溫暖 那Sense of Humor就是你看了會不會會心一笑 或是覺得很好笑一定要跟朋友分享 就是不能只有我看到 然後再來就是Information 就是你看了這個內容之後 就是可以得到一些對自己的好處 有些知識 對這三個大概就是我在經營 在做插畫企劃 然後在經營Facebook內容的時候是新的 因為其實使用者會分享這天文的時候 同時也會代表他分享的東西代表他這個人 他怎麼想的他認同什麼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會隨便分享一個無聊的東西出來 好 好 那再來是我要分享的是我在女文明學道神 我覺得是用設計說一個好故事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最近的兩個曲面設計的提案 有算提案他已經過了 就是女文明接下來會跟彭博合作兩個活動 一個是領導力課程 一個是拒絕小確信開創大格局的巡核演講活動 然後我收到這兩個case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領導人對我來說是什麼 領導力對我來說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東西呢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其實領導力對我來說是一個像水一樣的東西 因為水他可以裝在不同容器 因應不同的時間溫度環境 而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他有時候可能是水蒸氣 有時候可能是冰塊 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就用了這個理念來設計了領導力課程的視覺 那開創大格局的話 因為他是一個三方合作有紫牛、彭博和女人迷 那彭博其實是一個趨勢領導的雜誌媒體 女人迷算是一個 雖然是女性媒體 但是也提倡多元的一個優質的內容網站 那紫牛的話其實是一個創業的協會 那我希望透過這個視覺讓就是讓聽完演講的學生 就是這是一個巡迴演講 他在3月開始會在北中南有一個巡迴的講座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然後我希望他就是這個講座是可以讓學生聽完之後 更有勇氣去實現自己的夢想的 因此我就選了比較年輕的顏色 跟一些活潑元素來做這個視覺 然後後來彭博的總編記還滿滿意的 就是一個說一個好故事 然後讓客戶買單 好 然後接下來是不輕易放過自己 就是一個這也算是女人民工作的精神 就是好 更好 你不能對自己太舒服 不要讓自己太舒服 就這一個是我第一次的提案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 我得到一個版面的廣告露出 然後要放的是關於提案的東西 因為那個刊錄是關於創業的 所以女人民就想要在上面露出一些 因為我們的內容很強 所以想要讓讀者看到這個廣告露出之後 可以上女人民網站看更多相關的創業的地方 然後後來就做第一個 然後你知道就是那個時候 張偉軒就是我們的CEO就跟我說 你現在是要浪費我的時間嗎 對 就是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排版 然後可能就看起來還好 然後後來我就試了幾個版本 就是最後一個 就是我把他的人物跟quote 大概就要放大 因為其實這才是我們最想要讓讀者讀到的東西 而不是他是誰 他讀什麼東西 而是想要讓他讀到這些有態度的 然後讓他進了想要對女人民引起興趣 然後去看我們的文章 對 這就是一個不要對自己太 不要讓自己太爽 不要讓自己過我太舒服的一個例子 那接下來是對自有信心 就是我去年暑假因為女... 不好意思 我去年暑假的時候負責了一個 產品開發的包裝設計 然後那個時候我好像才 那時候我大三 快升大四 反正我那時候還學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去跟別人提案 就有點好像有點自不量力的感覺 所以那個時候我其實還蠻自信心不足很虛 然後可是其實對方還蠻喜歡提案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真的嗎 什麼的 就是那次開會其實我就是一個 非常沒有自信的過程 然後後來那個 因為跟我一起去開會是很大解頭 然後我學生就說其實當你要對自己有自信心 或是不管是作品或是你的提案 你對自己有信心你才值得得到別人的回饋跟建議 對 所以我覺得這點非常重要 好 那接下來是樂在其中 就是我在做設計的時候一個非常深的感悟 就是當你狀態非常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做出來的東西也不會感染別人 對 這就是那個時候 我在設計提案的時候被打槍的東西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狀態非常不好 所以我做出來的東西我也沒有辦法很確定說 我到底想要讓使用者帶有什麼感覺 然後就是真的很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 可是後來就有走出來 對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做自己樂在其中的事 是會讓自己感到快樂 而且同時也更容易成功 那最後一件事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就是這句話現在是我自己影片上錯的 叫做Everything is value 就是其實我們過去的每件事都要請就我們現在的自己 就是每件事的發生都是有意義的 不管你可能很 就是想要鼓勵大家說不要害怕去做每個決定 或是不要擔心或是想到後面的事情 因為其實生命會帶你到一個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 所以Everything is value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們剛剛去做自己的選擇 謝謝